每个礼拜三下午呢 我们这个读书会是叫做爱之岛 就是把台湾呢 台湾其实是一个有爱的地方 不只有 其实很有爱的地方 就像我们林董 我们待会后头结束之后 我们再有机会去走一下 那这过程里面 林董肯定会讲到 他在办这个怀幼院的过程 那所以我们今天爱之岛书影会 就来到了洪化怀幼院 你们注意到一件事 叫怀幼院 不是育幼院 我们林董创办人 介绍一下 为什么用怀幼不用育幼 那个我是读中国最古老的书 真的是读 人家说四十五经 我们是要读十三经自书的人 那读书以后 我有对孔子有几句话 那我是蛮欣赏的 第一个呢 孔子说 敬业不如要业 你认真工作 不如以工作为用 我就奉这个为闺蜜 当我的人生的指标 我是去找做起来很爽的事 不是在做海星 可以爽到一辈子的 第二呢 那个 他说 人能宏党 非道宏人 这人最重要 你懂了的话 可以把这些对社会大众 受到人虚有益的事情 你可以把他吼洋出去 第三呢 他说这个 三人行必有无师焉 自己善者而失之 自己恶者而戒之 所以我们不管跟任何一种人在一起 那么好的我们学习 不好的警惕自己 那都是好处啊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 他讲 哨者怀之老者安之 我觉得这个 用哨者怀之老者安之 你用御幼印 什么儿童中心 儿童之家 来得有意义 怀 我们一直关怀这些小朋友 这那么 不用育 养育他 育他 或者是什么儿童中心 等等来得有意义 所以啊 我在这命名的时候 我就是取这个 洪化 怀幼儿园 那个全台湾命名 以这个怀命名的 大概只有一家 他给我婚 好 也第一次 旁边坐的是蓝怀的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起迷雾的 恍惚 怀幼儿园的原因 我给我给你讲 我过去接 来来来来 谢谢 来来来 请坐请坐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这个最不好 要丢了 要丢了 都在父亲打断 好 我们先上去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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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行这么讲 是 你为什么说 他说辛苦了 不是有快乐 对对对 有道理 台湾人这个心态不健康 对对对对 这时候碰到人 他都要说 你辛苦了 你辛苦了 好 好像他做得很无奈 为什么不是做得很快乐 是是 很好的体系 这个话语也是能量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注意 您懂常常有这个量地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取名为 红化 怀幼 愿 那我这个当中 还最大最大的 特别的地方是 一般愚愚院 他们说的对象 都是政府依法 能够补助的 这样的话 那收了这个孩子一个月 固定政府要给他 这个一万五到两万二 平起来 平起来差不多一万八左右 那就很固定的收入啊 所以他们都要收政府的 所以我这个人 怕带怕带 这个脑筋乖乖 我就是不要 我就要专说政府依法不能补助的 实际上 在这个社会上没人照顾 就是照顾得很特别辛苦的 比如说父母在坐牢 那这个政府不管 也对 不能政府 父母坐牢 政府管其他养孩子 但是这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这一回 比如说父母有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招牢逃亡会要到哪去 每分父母 这个那个子女没人照顾 政府当然也不管 因为他有父有母 不能说这个父母跑掉了 政府赶快替他养孩子 第一次在吸毒的 那么还有单亲养不起的 失业的 失业垮掉的 还有那种小妈妈啦 十五六岁就生孩子的 那这些 那么送来我就说 一千年以后 所以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还有一个不一样 很不一样的 这个我是坚持不募款 绝对不主动对外募款 也绝对不主动对外募任何物质 比如说你们今天来了 我向你们说明 那我们是办些什么怎么办 你们看看环境等等 你那个时候认同 认同我们收养的对象 我们的作风作法 好 那那个时候 那个是不是这个 这个放在那边 那那个时候 那么你要捐什么 我就说捐款 说很高兴 谢谢 捐任何的物质 我也都说 只有一个条件 原则 万一都出来了 我们用不完 还是说不完的话 他同意我转送给 那个需要的人 贫苦的人 只要同意我这些原则的话 那就OK啦 那我就这样 根据这样的原则来经验 那么在这里 已经经营28年了 还没关门 可见 台湾这个社会非常温暖 只要你做了事情的话 让人家肯定 你就不怕 这个 你没办法生存下去 尤其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一个人 我在台北 我成长在台北 在28年前 一个人来到这里 举目无情 再讲得好笑一点 顺雾茫茫的 对啊 对啊 这些原则是 看着真的 很多人笑我 他说你来到这种 鸟不声淡的地方 你怎么活下去啊 哎 没想到竟然就让我活下来 活得还不错 所以今天才有机会在这边跟你们聊天 是吧 对啊 这个大概是我这个办这个 依偶院的这种情形 是这样子 对 那有什么还要什么 问的呀 谈的呀 聊的呀 大家就随性谈 那个 林董这边呢